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神早新聞報寸 希哥,今天天氣如何? 早晚有點涼 來到3月7日,星期一 今天大致多雲,早晚清涼 初時有一兩陣微雨 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 下午漸轉天晴乾燥 最高氣溫約22度 最低16度 吹和換至清淨的偏不風 是,今天講講香港的恩敏 也有其他大件事,除了確診之外 例如一宗論常殺女案 希哥傳給我的 我爸爸真是自首 30歲的女兒被殺 誇張 有個男人變態 殘殺一隻鷹母 他的女兒大意滅親 確診的情況相當嚴重 看到一些紀律部隊 譬如警察至少有3,800個確診 和密切接觸者 人手也不足 看到消防員說 好像幫忙 運送那些確診者 這樣 有一個位置 首先要說 新增的確診人數 是3.1萬 不過專家和政府的發言 都說很難定義 究竟是否回落 至少看回一個星期 因為聽到很多身邊的人 的確 在Facebook 有些是他認識我不認識他 看到他們鋪一些照片之後 好像口吻 都是傾向 不是說自己報 還是怎樣 就是家中隔離 這個乘數也不少 和我身邊確診的人 是多得 我就覺得有些奇怪 多得很厲害 有些就簡直沒有出門 所以我相信是家裡 垂直打橫 那些360度傳播 有到真的不得不 抽抽水 真是不好意思 經常都credit到他的名字 譬如說蕭先生 我那天就聽新聞 這麼巧聽他的台 因為我一洗澡就聽他們 有時候聽他們說什麼 又自己看說什麼 他又說 香港的死亡人數 大概 因為那天188 差不多 他就說 大概死亡人數 都是100內 今天就看到新聞 再多233人死亡 就是無端端 無端端 就是看到都慘 但是 就是這個死亡人數 233 你如果看確診數 是31,000 就有點不合理 因為 之前57,000的時候 就是 100多 150多 這樣 如果233人死亡 究竟確診數 是不是會跌了2萬 這個我都覺得很懷疑 所以我也認同專家說 這個就很難去反映現實 不過看到有個24歲的青年 宋苑就死亡了 他是沒有長期病患 還有他打了兩針 又確診 跟大家說說詳細的新聞 公佈最新的數字 就是3108宗確診 第五波疫情 就是458986 應該明天就50萬 如無意外 就算明天不是 後天也是 或者基本上 現在可能已經不是這個數字 因為有些專家已經說 現在是100萬左右 他在說15%香港人口 700萬 10%就是70萬 加5%就是105萬 這個是專家說的 那個是 好厲害 許樹昌 許樹昌說15% 大概都是估計 他這個數字 其實是少了 少了可能 只有現實反映的一半都不夠 衛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首席 醫生歐家榮就說 他這兩天的個案是回落的 但仍處於高水平的 那就要密切留意 這一兩個星期 是不是已經到達高峰呢 有些伍仔的聽眾就說 伍仔你又猜中了 我說起霧之後 不是曬了兩天的 那個數字回落 但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有些人沒有報 沒有理由那個死亡數這麼高 因為 本港再多153名的患者死亡 他後面就是 有多76人離世 就沒有公佈滯後的數字 所以加起來 就是233人死亡的 當中有6個人 就是較年輕的 年齡介乎35至59歲 60歲以下的都算是年輕的 現在這樣就 看到呢 包括有長期病患的35歲的女子 她是因為腎病 前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洗血 然後發現了確診 之後就病情轉差 3月5號上午就離世 有個24歲的男子 就是滯後了那個報告 她就打了兩針 她在家就暈倒了 不省人事 送院途中發現心跳有致命性的雜亂 亂跳的心 搶救無效 這個就是之前 她說2月28號早上八時離世 另有4宗是經衛生署點防情報 即是她有些死了就沒有公佈 亦都沒有計算下去 這樣 即是今天她合共匯報 233宗死亡個案 剛才那個打兩針死亡的男子 就是之前已經是2月尾 但是一直都沒有說出來 她心亂跳 究竟她是否確診 她應該是陽性 如果她不會放下去 但是她寫她這裡 她說她亂跳 暈倒了 她沒有說她陽性 她可能的資料沒有寫 如果不是她不會放下去 這個233人當中 現在看到的資料也是挺亂 我看完整篇都亂 你說是否詳細 我覺得就沒有前幾天這麼詳細 前幾天那時候 中央專家說 叫她們要詳細匯報 那些死亡個案 之前連老人家 有什麼慢性病都有寫下去 現在看這麼多新聞 就不太見到 即是很詳細 都有 但又不是特別詳細 說回六名年輕死者的詳情 四十七歲的女士 本身已經長期臥床 她感染了新冠之後 病情一直轉差 三十五歲的女士 也是長期病患 便洗腎 五十二歲的女士住院 因為發燒和氣速 去屯門醫院求醫 然後入院 就是三月五日 下午離世 年紀大 就不太見到 真的 再多一次 那就 都是這樣 就是 病也是嚴重 但看到很多都是 長期病患 死亡 就高為獨視一個青年 是二十四歲 心臟不知為何亂跳 個案就特別和大家情報一下 看到現在消防署都幫忙 消防署宣佈確診者 隔離直接的安排 看到很多政府部門都要幫忙 他們好像是輕症 那些都要去隔離設施 大家自己 報一報 消防署推WhatsApp 電郵專線聯絡 微信也有 微信也有 哇 微信也玩了 快速測試陽性市民 可以申請 盡快送入社區隔離 申請人必須經核酸測試 心頭退役測試 或者快速測試 即快速測試自己驗都可以 情陽性病症輕微 亦有治理能力 消防署會被衛生署更早處理 自行檢測情陽性患者 這樣 這是最新的 要幫忙 之前議員說過 其實都是做到事 即是說 有些人 還未送院 有些公務員好像沒什麼做 其實消防員都很忙 他處理突發事 有一宗突發事 東方有賣 有些離譜 消防員要上樓 就施救 救援 酒店的職員 叫消防員 都要安心出行 才去救人 這是有些本末倒置 是的 就被網民一致性地罵爆 就罵酒店處理是差 但有些人是很不懂得變通 你上去救人 已經是增分奪廟 有人表示 如果人家失救 那怎麼辦 那消防員 如果他什麼事 被警察罵他罰款 是一件事 我覺得 有些少少 情理上的不當 救人生病是第一 安心出行的是紀錄 當然是消防員特殊的例子 也看到 有些人在家裡撤死 也是染疫 這也是東方的新聞 東方有時都很齊了 有些人在零一看不到 頭條看不到 東方新聞都看到 這個死亡的地方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在那裡踢球 就是紮翠樓 紮翠樓的電梯口外面有一個很大的空地 救你每邊五個男生在那裡踢球 當然是一個細長 他這個就是昨天下午12點 一個33歲的男人發現 姓方的父母81歲 不省人事 證實是死亡 撤死 家中染疫 對呀 染疫撤死 年紀大那些是相當危險的 但是也是一人人 也是一人人 有些人的情況比較差 有些人是 我媽媽九十幾歲 我打給他問他什麼事 他好像真的沒什麼 我覺得這個病毒很奇怪 身邊有些朋友 身體很強壯 有些人打了三針 病情也是嚴重 有些小孩子一兩歲 很小的嬰兒 怕他有事 但兩天就沒事 這是 都不會說 是 超乎常理 我覺得有些 甚至有些 我的朋友 病徵 他什麼病徵都有 早兩天就咳 接著喉嚨痛 接著是周身骨痛 跟他散著 什麼都慢慢來 有些一次過有都有 有個全日沒有出街 是出名宅女 被家人傳染 或者是他家裡的 左右隔離傳染都不定 相當奇怪的病毒 全民強檢方案 都沒有定律 後來有一個專題 講中國專家 又怎樣說 中央下來的專家 怎樣說 前新田購物城 建隔離設施 適合了 那個地方 真的夠隔離 我覺得沒什麼人去過 有些開車的 去過拍照 我都沒有去過 做隔離設施 我覺得那個地方是很適合的 1萬6千個社區隔離單位 四成入住率 鄧炳強又說 患者拒絕入住 就會被帶走 即是違法的 可能這個保安局局長的說話 因為都多 還有那個方艙的情況 都很多要跟大家跟進 晚一點 大家做個專題 講一講 另外 就 看到中央 很多物資 來香港救援 政府也感謝內地的援港物資 抗疫物品 就會 派給一些社會團體 和企業 和人士 當中有三十萬個口罩 一百四十一萬的快速測試劑 一萬一千件防護衣 二千二百張病床 和一千五百萬的捐款 錢 但好像說 香港政府說 其實錢那方面 真的 不便 或是 暫時 不需要 香港的錢 真的 不缺 你看他這樣派抗疫基金 其實庫房 好像有幾千億 一千五百萬 當然是 少少心意 但這個 可以 我想是缺人手 暫時是 因為你看到 居家抗疫熱線 是打不通的 那些議員 幫忙收電話 議員都收電話 每天收到三百個市民的求助 我現在怎樣 所以 那些議員就說 為何沒有人做 有些事情 然後見到 連消防員也要做一份 很多的 不只是確診 有些長者是 譬如入到醫院 或是隔離營康復 之後 沒有人送他們回院舍都有 放在那裡 滯留在那裡 香港是人手短缺 我覺得 物資也是 那些會消耗 快速測試 防護衣 物資和人手相當短缺 明愛那邊 醫療垃圾山 哇 真恐怖 你看看 那道門 可能室滿五道門 那麼大 不是小門 不是家裡的門 是貨倉的門 那些垃圾山 那些垃圾山 全部都是醫療物品 很噁心 好像異形 放在那裡 很恐怖 人手是不足到一個程度 搞不定 搞不定 明愛醫院的垃圾山 真的很恐怖 真是 醫療 醫院就爆了 香港的死城 你看到 你看到 昨天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因為那些字被遮住 兩邊沒什麼人 那裡是廣東道 以前 以後行下來 你想想 廣東道是擠爆的 沒有 很多地方都是 看到有些好消息 譬如 公港下來 其實中央這方面 真的幫香港不少 沒辦法 你不夠人手 那看到 最少 最少 三千八百個警員 是染疫的 以及密切接觸者 那警方 就說 以抽調後勤 協助前線 是 可能還有些 附警那些 那些 那 警察其實也不是說 很多人 原來也有 三萬八千三百九十個職位 那個編制 那現在其實 哇 三千八百個人 警察染疫 那麼 會不會說 有些 案件 就是 少些人跟進呢 那麼 那麼 希望 香港的治安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 都接近有十分一 的警察 現在暫時 還未能夠執勤 那又是 又看到一單 百毒不侵的新聞 局長新聞秘書 就確診 就是聶德權的秘書 聶德權 快速測試 是呈陰性的 公務員事務局 就表示 一名職員 就是 呈陰性 那 他就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新聞秘書 那 新聞事務局局長 就是聶德權 他每天都檢查 他又陰性 因為他老婆也確診了 唉 他沒事的 真是 有些人是有些T細胞的 你不要說什麼 有些人真的厲害 統一屋簽下 怎麼中都不中 你 阿希哥 你也聽過 有些事例 對吧 所以 這個很難說 總之 報一報 給大家聽 港鐵的確診人數 少了 少了人上班 都接近一百 但之前去到二百 單日 這就是九十六個 多了九十六個 說了很久了 星期三起 就會縮減服務的時間 是的 大家市民自己 到時研究了 因為他暫時告訴你 每天的情況都很嚴峻 現在是二千三百個 港鐵職員確診 所以 都會搞到沒什麼人 做事 市區假日蕭條 就好像預演禁足 商戶拉閘 停業避疫 是的 我都看到很多店 星期二日 簡直是不開 尤其是食股 零售也有 零售也有 食股也多 哇 女人街六點打後兩邊 九十五個百分之不開 外賣都不做 厲害 很厲害 另外 中環以前那個 外融去的地方 也很疏落 商場比較多人聚集 反而室內 竟然是這樣 也有 疏落 也有 他們不出來 不知道去哪裡 反映香港的情況 社署 兩個辦事處 因為有員工確診 暫時關閉 就是柴灣 社會保障辦事處 和則如聰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都是 停了 看看其他的新聞 都很刺激 很刺激 很刺激 譬如旺角 這宗其實我也想說多些 但資料暫時 只有四行 可能明天就會多說 明天就會多說 明天就會多說 旺角發生謀殺案 倫常慘劇案 旺角海庫院 怎樣呢 女子當場不治 他父親 70歲 報警 他自己報警 就說在海庫院 海運閣 一個單位 殺了女兒 自己自首 救護員到場發現 一個30歲的女子 昏迷 當場不治 警方以謀殺 拘捕死者父親 早上8點 重案組探員上門調查 疑犯行兇動機 和女子的死因 現在將疑犯帶走 這宗新聞什麼都未有 應該是今早8點 今早清晨6點犯案 8點上門調查 明天就肯定有一個詳細的消息 連那個死因也未有 什麼都未有 等一等 明天這宗應該會跟大家詳細回報 但看到真是 好 不想見到這些事 苦毒都不吃宜 殺 昨天的新聞很刺激 有人在高處墮下 因為帳篷射了力 沒有死 清醒 油麻地中年男人 意外墮樓 摘爛了帳篷 射了力 所以就沒事 昨天6點 無端端有個人飛上街 你想想想 有市民報案說 一個中年男子 在炮台街107號至117號大廈高處墮下 倒我後巷地上 救護員 接報趕至現場 發現46歲姓潘男子清醒 手腳有傷痕 替她包紮 然後送院救治 警方在現場調查 相信姓潘男子意外失足 從上指一個單位墮下 繼而摘爛了後巷賽檔的繁埔 幸好 不然 好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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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些膠喉被他摘斷了 飛落地 射了很多力 挺厲害 飛落街也不能死 黃大仙下村男子墮樓身亡 昨晚10時 這個男人發現黃大仙下村龍華樓高處墮下 跌落大廈對開地面 救護員到場證實事主當場死亡 警方正調查死者身份和墮樓的原因 據悉有人因為金錢問題興生 他升顏 53歲 在昨晚10時17分 接獲龍華樓的住戶報案 就說有人躺在地上 哇 這些跳下來 真是恐怖 這些地方之前都會有走過經過 另外有一宗是旺角 市面那麼靜也有這些事件 六十多歲 六十四歲 姓李男子 被四個刀手襲擊 被人斬 負傷自行去醫院求救 昨天凌晨2點 九龍城聖加勒薩醫院一名護士發現一名男子身上有刀傷 報警求助 警方到場發現一名六十四歲的姓李男子背部手和腳部都是受傷 警方經初步調查 懷疑受傷男子在昨天凌晨1點在旺角拔街上海街交界被四個穿黑衣黑褲 指刀男子襲擊 事主酒備不及被斬傷 兇徒斬完後便便走了 這個案件列作傷人 其實這個世界都相當混亂 要跟大家跟進昨天的三十歲姓盧 盧思韻和家人永別 然後上山失蹤三天 消防員在山坡找回他的遺體 他之前打了給家人叫媽媽好好照顧自己 和家人 然後失去了音訊 那些人很擔心他 他們住將軍澳區和家人 失蹤當日他媽媽表示他會外出行山 但未有交代目的地 下午他發短訊給媽媽 輕生 消防員最後找回他的遺體 在盧吉道對開一百米山坡 發現女事主 將他救起證實是死亡 沒有檢獲遺書 有件事大意滅親 大埔有個女生 是設計師 揭發男朋友殘殺心愛的鷹毛 大意滅親 拘捕人 報警 這對拍拖一個月的情侶 上星期四 聚會後 雙雙喝醉 去了女方的家 日龍灣香歸 女朋友睡醒後 發現男生不辭而別 養了十年 那個鷹毛 神秘失蹤 到處找到 他見到電梯大堂殘留了鷹毛的羽毛 最終在垃圾房 找回他的屍 那他回看閉路電視 他揭發到這個男朋友真靈的一面 當晚 他把鷹毛 扔下地 鷹毛就慘死了 女方決定 為心愛的鷹毛取回公道 所以拍拖一個月 就已經把他 報警抓了 已經把這個 涉案男子拘捕 警方涉嫌以殘酷對待動物罪 抓這個男人 就37歲 姓葉 報稱是商人 他女朋友39歲 住在大埔 科進路 日龍灣的單位 他本身都是設計師 兩個人拍拖都不夠一個月 本來熱戀期都沒過 遇上這宗 叫做殺鷹案 殺鷹母的案件 兩個人 就 不行了 這段關係 養了十年 家人這樣 沒錯 養了十年 29歲開始養他 感情深厚 偶爾上來過夜 他本身都跟鷹母沒什麼 但是兩個人 喝醉紛紛 回到他家 那女兒又 不勝酒力 進了房間睡覺 第二天起床 男人不見了 鷹母也不見了 發生這宗人間慘劇 真的 他不希望鷹母死得不明不白 決定 你說是親也不是親 大義滅親 鷹母親 說得 養了十年 那個人認識了 一個月 拍拖一個月 對吧 那 問那個男人 為什麼殺鷹母 他承認當晚喝醉 覺得不開心 但是對這個案發的細節 已經不太記得 不記得 那將來你再喝醉 不是殺鷹母 你拿出外面 扔去垃圾房 不記得 不記得就扔落地 不記得扔完落地 撿起 人家看到那些無謂垃圾房 找回他的屍 不記得 你真的這樣 不記得 人家看到你發生什麼事 看完CCTV 不記得 酒醉都三分醒 對嗎 那 陳酷對待動物 最高 罰款二十萬 和監禁三年 警方呼籲 不論任何原因 都不應該傷害動物 要尊重他們的生命 和權利 那 那 是啊 對 幸好鷹母 不是那些 有死隻腳 那些 如果不是 小小隻 真是 不知道你知道我講什麼 天下蒼生 都是 唉 唉 很難說 好 有一宗虛報的恐嚇搶劫案 長沙灣 六十多歲的男人 浪費警力被捕 那 警方 就說 在八點十分 不是 八點五十分 接獲一名六十歲姓鐘的男子報案 就說在長沙灣幸福村 福日樓 對開 被另一名男子 以破爛的玻璃瓶恐嚇 損失了手機和五千元現金 後者得手後就逃走 這個姓鐘的男人 報稱不息 送了一名我醫院自離 但是 經過調查看 可能看過CCTV 警方相信報案的男人 是沒有被打劫的 他涉嫌浪費警力 被捕 這真是愚蠢 真的 周圍都是閉路電視 你在哪裡被人打劫 幾多點 人家看回 喂 沒有這件事 這樣就 被捕了 浪費警力 對吧 所以 就不要亂打電話 真的 昨天都有一些 雖然你這條街很靜 這條街靜又怎樣 石澳非法賽車 18架辣跑 就是 扣茶吧 被扣茶 大家自己不要靜靜地玩玩具 是吧 非法賽車 大家出街都小心 那些朋友見 那條街靜英英 可能開得快也不定 今天新聞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拜拜